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使用了QuickAdd的剧集 直接由IMDB读取电影的资讯 再透过这些资讯,产生成一个一个的电影的笔记 然后再透过DataView,使用了Minimal主题显示成了电影的卡片 上一次的这个操作是比较半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那在今天的这个影片里面,我会直接使用人工手动的方法 直接从豆瓣把书籍产生成我们需要的书籍资料 再透过DataView产生成Minimal书单的卡片 这个动作相较于上一次的QuickAdd的操作可以说是简单的很多 接着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执行这个建立笔记的操作 首先我们在豆瓣网里面点击读书 再输入我们要查询的书籍 比如说我们要查询SmartNote这一本书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 点击 在这个书籍的页面里面把我们要需要复制的栏位整个把它给选取起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把这整个内容包含它的图片整个都选取好了 再点击复制 有了这个复制以后 就到我们的Obsidian的书籍的这个储存库里面 再点击新增笔记 我们把刚刚复制的内容整个贴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产生好的第一本书了 然后接着就来修改这个笔记的内容 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笔记先给它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叫做Books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标签 到时候我们DataView就会来搜寻这个标签 然后把我们所有带有这个标签的书籍都全部列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在这个下面 因为这个下面是图片 我们就增加一个 栏位叫做图片 先用冒号 这个图片的内容 我们可以 往下看 找到这个图片 我这个图片它的网址 就是这个网址 把这个网址给复制起来 然后把它给放到图片栏位里面来 这个图片的 整个内容 我们就把它给 整个复制起来 把它搬到最后面去 我们就放在这边来 然后把图片放到我们整个笔记的最后面 最上面会有一个图片的 这个超链接 然后因为我们也希望有多半的评分 因此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以后 把这个豆瓣评分给复制起来 它是7.9分 我们再回到原来这里 假设我这个栏位要把它新增到这个地方 然后做一点修改 半型的冒号 然后是7.9分 然后接着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这些内容 资料的内容把它变更成是DataView认识的栏位 它的栏位 第一个要么就是你要写在YAMO区里面 或者是你用一个栏位 那两个冒号 这个冒号是要半型的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一个的半型的冒号 因此我们就按Ctrl H 用替换把一个冒号改成 两个冒号 因此我们第一个栏位是一个冒号 第二个栏位是两个冒号 再点击全部取代 这样子就可以把所有的栏位变成是 DataView认识的栏位 因为我们的网址里面也有一个冒号 目前就通通被改掉了 所以我们要再把它修改回来 要把我们网址里面的 HTTPs 冒号冒号 改成 HTTPs冒号 一个冒号 那后面这个图片也是一样 这边会有 两个冒号 我们要一样要把它改成是一个冒号 那这样子我们就已经修改好了 然后 接着应该是要把我们的笔记的档名 改成是 这是我这个书名 所以我就把这个未命名1 改成是我这一个 卡片笔记法的 写作法的这个书名 它没有储存成功 我们看一下 因为不能有 档案已经存在了 这篇我已经做过了 就是示范 就是到时候 就是你可能要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这个因为是先前我已经产生过了 那有了这样子的这个书籍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来建立DataView的清单的笔记了 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的步骤 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的步骤 直接从多半里面把需要的其他的书籍也一一建立成 每一个不同的书籍的笔记 接着我们就要来建立这个清单的笔记 那首先一样我们是从新增笔记开始 那在这个新增笔记这边呢 我们给一个特别的名称 比如说我要把它叫做是阅读书单 然后这个是我的笔记的档名 然后接着的内容就是 就是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首先就是我们是在yaml区里面的要指定 cssclasses 冒号 karts 这个就会是透过minimal主题 用karts的格式 来显示我们的内容 这个笔记的内容是这个样子 就是是一个DataView的程式 然后首先是用table 然后后面是withoutid 就是我不需要他的id 然后后面再用图片这个栏位 来拼成 超链接的格式 然后他的file.link 是书名 出版年 就是透过出版年的这个栏位 作者就是作者这个栏位 然后再加上豆瓣评分这个栏位 然后from 就是我们定义好的标签 警号books 然后接着用sort isbn 这个栏位来做排序 因此这边用到的这些栏位 图片 出版年 作者 豆瓣评分 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的 刚刚抓取到的豆瓣的栏位里面 我们可以详细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图片的超链接 然后作者是这个作者的名称 然后 我这边是有额外把作者的这个连结给 独立成另外一个自己的栏位 然后还有出版年 还有isbn 还有多半评分 这些栏位就可以在我们的data view里面 直接来使用它 那它出现的 状态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栏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自己新加的这个卡片笔记写作法2 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作者都没有读到 然后 我们新加的另外两本书 它的作者 跟豆瓣评分 都是空的 都是显示成怒 那表示说这个书籍里面的内容 这几个栏位它没有办法读取到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 柯拉拉与太阳这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它的这个作者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超链接的格式 表示它其实是 它是一个连结的格式 结果我们DataView在读取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最好的方法 是把这个作者这个栏位 再复制出另外一个栏位出来 把文字跟超链接把它变成是不同的格式 把这整段Ctrl-C起来 选取号又按Ctrl-C 再按Enter Ctrl-V再贴出来 让它变成是两个栏位 然后我们后面这个栏位要改成是 我是要用link 就是作者的超链接 然后把后面这个格式给改掉 我这边只要留下 超链接就可以了 上面这边 我只要留文字的部分 因此我这个作者后面 就是只要留下 十黑一熊就可以了 后面整个就拿掉 这样子就是有作者跟作者的link 然后这边当然就是它少掉了豆瓣的评分 就到它的网页里面 再把豆瓣的评分给复制起来 8.2分 就再新增一个栏位 然后是8.2 这样子这个本书的内容就修正完毕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清单 书单这边来看 它的作者跟豆瓣评分都已经显示出来 但是这个作者这个鹰的左边不见了 我们再回头来修改 刚刚不小心删到了 我们再把它给补回来 然后再回到书单这边 它就已经正常了 我们再看这个字母表名案这里 再来 做修改 它的作者跟豆瓣评分都是没有内容 我们一样用刚刚的程序 把这个作者再复制出另外一个新的栏位 这个是作者的link 到时候你的 卡片里面如果需要这些别的栏位 你可以用DataView的方法 自己再把它给加进去 大三乘一栏 然后我们把中刮号拿掉 把后面都删掉 这个是要链接 所以我们就把链接给留起来 然后一样要去取它的豆瓣评分 是8.7 我们一样到这边 把刚刚的豆瓣评分给叫出来 两个冒号8.7 再回到阅读书单这个笔记里面 看到所有的栏位都已经是正确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另外一个新的栏位 比如说我们希望 假设我们希望知道它的isbn的号码 这边要怎么来修改 我们DataView这边要怎么修改 我们就是加一个栏位 然后是isbn 冒号空一个 然后用加号再写上我们的这个栏名 冒号冒号 左边的这个栏名 这样子就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栏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发生错误了 它需要 叫S什么栏名 我们是isbn 它就已经又多出一个新的栏位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个油豆瓣 建立minimal 样式的 卡片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只要这样子的DataView的一个语法 我们就可以形成需要的这个书单的格式 这个对于书籍 电影 CD 等等这一种资料 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卡片式的一个呈现 今天就介绍这个手动的方法给大家 谢谢大家